你說腰圍多少? 腰圍夠不夠了 我還沒放鬆 你放鬆放鬆才準 放鬆放鬆喔 放鬆啦 掉下去 腰圍 腰圍 113 我剛剛在量 跟蕭文在量 腰圍 結果現在 第一次有人量腰圍搖到壞掉了 你看 收不起來了 他卡到一個地方就收不進去了 壞掉了 第一次量腰圍搖到把鼻子壞掉了 腰圍也才113 是有點大啦 剛剛差點不夠 他緊繃是多少 緊繃150 然後我量113他就壞了 收不回去了 臉多地獄了 唉呦 又要去把一個皮吃 兩次就壞掉了 蛤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琪 歡迎來到我們 第二集的減肥日記 那我呢 模式會一直改變啦 不過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第一次做這類型的日記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菜譜會發現他真的跳 我就不會再去贅述他了 上個禮拜呢 我呢先去了 腸胃道的檢查 所以我前面有幾天幾乎是不能吃 青菜的狀態 因為青菜是高鮮的東西 因為我要做腸胃鏡 無痛腸胃鏡 所以我變成說我要低渣飲食 所以上個禮拜有呈現 就是飲食有一點點就是 沒有照課表走 不過沒關係 健康最重要嘛 檢查也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禮拜我加了卡羅里下去 上個禮拜真的很糟糕 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的熱量都大概在2900左右 其實這有點高 那我應該是要再降低一些 你假如不去算真的不知道說 大概的熱量會那麼高耶 因為我吃的分量好像都太多了 然後加上 不減肥還好 一減肥 我好久沒有去唱歌了 竟然就有人約我去唱歌 然後我就 又吃了宵夜 這很糟糕了一點 但我有辦法盡量克制 因為我應該會有兩餐宵夜 但我只盡量克制到一餐我也盡力了 因為我月底有一個晚上我要加班 因為我上個禮拜加班很多 所以我也沒什麼運動 但我月底固定會加班就是24小時 有時候一天甚至於兩天這樣子 因為那是固定的工作 所以我月底的時候會比較不容易遵照食譜跟 我決定好的運動下去實行 這一點就很糟糕 所以我上個禮拜看了一下我的卡路里真的很扯 都真的都快290 但是我還是瘦了一公斤 但是這一公斤我覺得有點少 有點少 因為我以往可能甚至於更高 可是我降低而且加上的運動 所以我覺得估計這一公斤是運動幫忙來的 就是抵消了一些卡路里 我要講一下我現在目前的狀態 我基本目標呢 我希望在我月年底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可以瘦到80公斤 讓我有輕盈的身體可以去外國跨年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跨年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已經很久沒有跨年了 我真的還蠻期待這一次的 而且加上 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必須真的要認真的減肥 我希望到12月初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八字頭 最好是80 真的是最好是80 那我現在是104 我朱朱有24公斤 要加油 那現在是6月 我要到12月底 朱朱有24個禮拜 剛剛好一個禮拜一公斤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絕對不可以這樣 減肥絕對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真的很危險 我一樣呢 就是兩個禮拜 三公斤 兩個禮拜三公斤 這樣會比較保險 假如都達成的話 那我24個禮拜 那我24個禮拜 就可以到 你就可以到36公斤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 應該沒有辦法 減到36公斤 我要是減36公斤 那省的 我覺得我應該就省了 不過我真的目標 就放在24公斤 先回到80 再說 假如能一口氣回到70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我下個禮拜 最大的目標就是 因為我拍這個 這支影片的時候 已經禮拜三了 因為這一陣子真的紮實很多 很忙 那 我要 從這個禮拜三開始 也就是今天開始 明天我要把我的卡路里 都克制在 1800到2000 因為我一個男生的卡路里 大概一天平均是2200左右 那我只要克制在1800 2000再加上運動 應該這樣子是 但是不會給身體太大負擔 然後 又可以讓我有足夠力氣去運動 應該這樣是夠的 1800到2000 我晚餐的分量太多 難怪我前一個禮拜都 其實減肥都還蠻沒感覺 因為晚餐都吃蠻飽的 都不會由於之前那個問題 就是又惡性 當然這樣也好啦 給自己一個心理準備 那接下來總要 開始 就是進 進入佳境 所以我覺得 我是應該要開始 就是嚴格一點執行 每個禮拜就是1800到2000大卡 每天 1800到2000大卡 然後運動呢 依然我能守住四天 我覺得就很不錯 因為我還需要一些時間剪片 還需要工作上有一些問題 要加班 然後加上我最近又多了副業 所以其實說真的有一點難 那因為我只有工作的話 我有點撐不起 就是我玩 我做Vlog這個興趣 那我又多煎了一份副業 那加上運動 其實時間有一點點感覺 不太夠用 那我連手游都停下來 就是沒有空玩這樣子 我只剩下 就是 在跑步機上 能玩玩Switch 的時間了 那 就是希望我之後能成功 也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片尾我們就來講一下 我檢查報告的內容 我之前就是因為有洗肉 所以這次來做副檢 但那一次的洗肉是涼性的 這一次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次就只有 胃酸逆流造成的潰瘍 那基本上只要吃藥就好 大家記得要去做定期檢查 維持自己的健康身體喔 掰掰